光复乡民代表会今天召开了这一届第四次的临时大会 深意通过乡公所提案的同时 在临时动议议程中 不少代表针对了各项建议案执行律以及进度 建议乡公所切勿后此薄比 光复乡民代表会今天召开这一届第四次临时大会 乡公所这一次提案中 除了华东基金计划支持的福征熙农军周边休期规划 马滩森林公园展售设施设置 以及幸福巴士等地方建设类案 另外也有沉浸市足与幼儿园补助 足与推广人员等提案 现见乡长林清水推动光复、观光 以及文化教育产业的证件目标 约乡公所各科市将近十多件的提案 有八成以上皆为中央补助计划议案 在地方裁员有限以及中央补助计划 争取不意的考量下 相代表们审议后几乎全部通过支持 不过在临时动议议程中 相代表关切代表提案执行率以及进度 不少代表提案讨论 建议相公所切勿后此薄比 相代会主席廖义军 也要求代表同仁能持续追踪建设 提案进度共同监督相公所地方的建设工作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